好了 这是我们用的装上去的配件 去的接触上的配件 然后看我怎么装的 首先是这个压环 然后这个O型圈 装上去 这上面连这种压环 这就是这种大的 然后装上去 好嘞 装好再说 然后这边这个O型圈 装在这里面的 这个放在这里面 这个压一下 好 现在就成了这样 O型圈是这样的装法 然后这样的 然后这个 这样穿进去 然后 先把这个都穿进去 可以吸收点油 然后再把这个 这个的话 它是O型圈一定要朝下 但这个金属环 这边有金属环 你看啊 金属环 它由开口 到大口 正好 合上去 这个样子的 大口 它是大口 朝着这边 这边是窄口 正好 合并一下 然后这个是这样转的 然后最后你看 把这个拉紧 再给它提上去 再给它上去 上点油 然后把这个 然后把这个 这些东西 给它装进去 一种啊 看的个口 是深口 不要上下 不要弄坏 这边口是装不进去的 只能这样装 好 一会儿一会儿一会儿 一会儿一会儿 不能上台大人 再给它拿下去 先用手啊 也要先用手 不能进去 再给它拿下去 好 好 差不多了 就差不多了 它有时候 这个有点紧 然后这个 像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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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样的 记住啊 它这个凹面 两个凹面正好 把这个滚珠 正好相对合并起来了 这个包裹它 这样子 然后这个的话 下面一个图件用 这个凹面 它这个滚珠的话 就是这个朝上 这个朝下 这个朝上 上点油 这个 那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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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这个盖上去 好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好了 拧紧一点 好 一样不露出去就好了 谢谢 这样的话 这个再露起 好 好 好